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炒饼 小时候嘴馋,总觉得邻居家的饭菜比自己家的香 邻居换过好几茬 如今想起来,只有这炒饼的味道特别值得回味 炒饼好吃,饼是关键 面饼的制作中,水和面粉的比例尤为重要 我选用了200克面粉和150克冷水 将200克面粉倒入搅拌机的搅拌盆中 固定好搅拌头,开第一档进行搅拌 面团活大约5分钟后,就可以停掉搅拌头 用橡皮刮刀将搅拌头上粘的面糊刮入搅拌盆中 继续搅拌2-3分钟 将搅拌盆取出来,盖上一张湿毛巾 让面团醒30分钟 现在来介绍一下炒饼的配菜 准备一块瘦肉,大约100克 紫洋葱半个 胡萝卜半根 青椒菜20克 莲花白2-3片,约50克 蒜一大半 先将瘦肉切成肉丝 炒饼的肉丝比平时加常炒肉丝的肉丝切得要宽一些 大约5-7毫米粗就好 肉丝厚度依然保持在2毫米左右 切好的100克肉丝放入一个容器中 加入大约1汤匙15毫升的生抽 和1汤匙15毫升的料酒抓匀 抓纸的过程中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容器中的液体比较多 不能一下子都被肉丝吸收 没关系 半角胡萝卜用擦丝器擦出少量的丝来 大约30克就够用了 紫洋葱切成2-3毫米粗的丝备用 大约30克就够了 20克青姜菜切成4备用 莲花白的用量较大 切成約8毫米左右的粗丝备用 一大半的蒜拍碎后 剁得越碎越好 剁好后放入一个小碗中 往小碗中加入1茶匙约5毫升的老抽 然后加入1茶匙的生抽 再加入大约3克的白糖 和1茶匙大约5克的香油 搅匀碗中的调料调成蒜汁备用 现在我们开始做饼 因为面活得比较软 所以先得往案板上撒匀布面 然后用粘满布面的手 将面团从搅拌盆盆中取出来 放在案板上 再撒上一些布面 防止面团和案板粘连 将面团搓成长条 尽量均匀地分割成四等份面团 取出一个面团 根据烙饼锅的大小 将面团擀成不足2毫米厚的面饼 在擀饼的过程中 要避免面饼和案板 以及擀面杖之间的粘连 要不时适当地加一些布面 开大火 将烙饼锅放在炉子上预热大约30秒后 往锅中加入大约两三克的烹饪油 用刷子将油在锅中均匀刷开 就可以将饼放入锅中 整理平整 这时可以将火力调整得稍微小一些 大约30秒后 就能看到饼皮上逐渐鼓起一个个小泡 伴随着滋滋作响的声音 这时可以将饼翻面 饼面上的小泡越来越多 越鼓越大 适当地转动锅 调整面饼瘦的均匀 等到面饼的边缘开始微微鼓起 就可以将饼再次翻面 用铲子压一压饼皮的边缘 然后翻面 每次翻面后烙大约15秒 翻两次后饼就熟了 烙好后的面饼放凉后 切成大约6-7毫米宽的饼丝备用 切好的饼丝倒入中高火预热好的锅中进行翻炒 炒至大约两分钟后 往锅中加入大约5毫升的烹饪油继续翻炒 这个过程是为了让饼丝的外壳 被油煎出一层薄薄的脆皮 将饼丝中的水分锁住 避免饼丝和菜肉一起翻炒时 吸入过多的水分而发囊 影响了口感 中等火力下翻炒大约4分钟后 锅中出现隐隐的酥脆生厚 这时就可以将饼丝起锅 开大火力 倒入大约30毫升的烹饪油 将腌制好的肉丝倒入锅中翻炒大约10秒后 将肉丝剥到锅中的一角 将火力调小至中等 加入洋葱丝炒至大约半分钟出香气后 加入胡萝卜丝翻炒约30秒 再加入连白丝和肉一起翻炒30秒 炒到连白丝变软后 将煎好的饼丝倒入锅中翻炒几下 然后加入准备好的蒜汁炒匀上色入味 最后将切好的青江菜丝倒入锅内 在中等火力下翻炒约30秒断生后 就可以起锅了 细细数来 告别西北物资匮乏的岁月已近40个年头 如今人在北国 眉眉想起无邪的童年中 那些盛似远倾的静灵们 一份炒饼 一个记忆中的味道 一下子拉近了今天和昨天的距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